天台小使館 天台小使館 各位地秋 各位草 各位女士 大家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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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正式路上 天台小使館 今天是我們天台小使館 開始上第一堂課 首先 要對 小使館 定位 以及天台教法 他在天台教法當中 關係定位 關係定位 對大家 有看的說明 我們 當然知道 小使館 一千六百多年來 他為各中各派 所運用 即便 現在呢 他被認為是天台家的 特有的 禪法的 表現 甚至於有人呢 用一種所謂的 一家之眼這樣的說法來描述 小使館 或者是 天台 這個代表的 四部指貫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 小使館 也好 其他的 天台的另外三部指貫 他都是 智者大使 秉承著 他的 法師父 慧師大師 以及 法師公慧文大師 的教導 再加上他個人 研究整理 這當時印度傳來 五百多年以來 當時印度傳來佛教已經有五百多年 的各種經 禪經 大小乘的禪經 他整理吸收 並且透過自己的 修行實踐 所整理出來的體系 說是說一家之眼 應該是說透過他 老人家 人 的實修實證 以及實學 他整理了 這五百多年以來 大小生禪法 並且將他 會歸在 所謂的法華一時相義的 這樣一個中心思想之下 所建立一條禪思想 所以你能夠說 這麼簡易輕易的說 那是一家之眼 那道要反過來說 不然哪一種禪法 不是一家之眼 佛陀講經說法 他是應其實話 所以大乘小乘 了義不了義 十項義 全法 全巧義 這有各種不同 即便是在一部經當中 也有全巧說 也有究竟幾說 如果你沒有經過實修 如果你不能總持佛法的大義 你怎麼能夠將這樣子做分別 自來講這樣子的 認為天台禪法是一家之眼 常常是依於他個人認為 印度傳來的某一個禪法 於潔師弟論 社大聖論 或者是代表南傳的某一些 某一些修試念處的教法 他認為那是原味的 那是直接佛的教點 或者說那是古人的某一個論述 然後他可能就認為 這個比天台智德大師更早 傳來的時候的是單獨被翻譯 沒有被截擊的 沒有被另外組合的 因此那個可能會更原味 他存在的這樣子一個假想 他並不知道 佛陀講經說法應機之化 全巧方便 跟究竟一時 就是啊 常常沒有折發眼 你是看不出那個理路 對於這樣子的 理路的不理解 你可能就會把慘法的 緩急輕重 大小 偏遠 完全的混同 那這種混同呢 即便是有一句一句 或者是某一個方法 然後在某一部論當中 告訴你某一個方法 修辭 那你即使照他這樣修 那請問你將要修到哪裡去 佛法的修辭法滿很多 那問題是你選擇哪一個 難道只是因為你覺得你相應就去修了嗎 問題是相應修 修到哪兒去 我們如果娶我 我們用凡夫的心來娶我們相應的 那 無事皆來我們就是拿我們相應的過程子 所以我們一直如不配到這裡 所以說啊 他 研究教理 現在的人 佛面後兩千五百 資訊的發達 所謂的知識的 每一個主家人的知識 他開始覺得他可以獨立 我可以自己看一部論呢 我自己也能夠發揚這部論的道理 經意 因此我就說 這是佛所說 沒有錯 一部論一部經來發揚他 我們說那是佛所說 問題是佛說了 三藏十二部經 你到底要交給眾生什麼樣子的佛所說 身處於事項修指貫的法門 是直接帶領你走向實踐之路的 那更不能說說而已啊 那說了還要告訴人家 這些說法 帶給你的實踐方法 將要帶你走向佛法裡頭的什麼結位 你還得說清楚 那麼這個就不是單經單論 能夠完全告訴我 因為如果單經單論 那請問佛陀另外的經另外的論 以一部經來對照三藏十二部 那一部經 所說者何其寡也 那佛陀另外在說的 那他算什麼呢 所以我剛剛說 佛陀拳腳方便說種種的法門 印無量無邊的機 有身說有淺說 有淺中帶身 有身中帶淺 有拳腳說 有究竟一時說 你說的有是大秤 有的是小秤 有的大秤中帶有小秤的意涵 有的身文秤中 具有大秤的可能 有的直說大秤 有的淡說小秤 那單經單論 你將要把眾生帶到哪裡去 佛陀如果單經單論 就完整地表達了佛陀自己的意思 出示 帶領眾生 卸托的唯一意 那佛陀就單講那一部經 就可以了 佛陀我們知道的 他是大聖者 他絕不做多餘的事 他也不做那不夠的事 他一定做得恰恰好 所以如果一經一論是重要的 那麼其他經論佛陀是多說了呢 那算什麼 所以啊 代佛宣化 不是寄問之學 也不是隨順自己喜歡 或自己的能力 說我能賀誕什麼 我就把我賀誕的拿來做 這個只能叫結緣 代佛宣化 必須深入佛心 體正佛的本意 總設佛的教法 從中流露出來的 才能夠深淺 小大 顯密 圓頓 偏圓 全時 能夠應激而說 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你才知道 它是定位在佛陀 這整個教法當中的哪裡 這個不是強能所難 這是佛法的弘揚 勢必要如此 何以故 因為就開悟的人來講 橫說束說 不離究竟 對學習人來講 橫說束說 就是橫 就是束 就是會混亂 你要弘揚佛法於眾生身上 你不但要應激 你還要告訴他 並且你自己也要清楚 你告訴他的法 在整個佛法當中 是哪一個階位 這種雞 對這個階位 跟他講了 將來他才能在他的份上 往上前 走向究竟的佛果 如果是上根雞 你把他講下雞的法 應該究竟一時的雞 你把他講成 藏教的 生文法 你這樣說法不應激 那講經說法人的過世 那個不是弘揚佛法 為什麼 悦道末法 說法之師多如橫沙 各個都說我為第一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用什麼心情去賀蛋 什麼叫做佛法的第一 佛法沒第一 只要是佛說的 就是究竟語 問題是佛陀應激而說 種種的不同 種種的激不同 他就會有 種種的深淺的不同 對這個淺人來講 淺的法就是第一 所以你看看 生文人說我法為第一 他不相信有大乘法 沒有錯 就他的立場 你不需要跟他辯論 對嬰兒來講 哪怕是最營養的 什麼花生 我們吃素人說 豆包 對沒牙齒的兒童來講 那是廢物的 那是毒藥 吃的只是不消化而已 什麼是第一 母奶第一 那我喝的為第一 這個時候你不能說 喝母奶不夠力量 要像我這樣吃豆包 不是 應激為上 所以怎麼稱第一 所以唯有種色佛法 應激而說 能夠整個系統的而說 你學習任何的佛法 你都能夠將這個佛法 放到整個佛法的系統當中的 某一個位置上 你學什麼法都為第一 就像會穿衣服的人 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 他褲藏裡有一堆衣服 重點在於他知道 什麼場合要穿什麼衣服 沒有哪一件衣服為最棒 穿對了就對了 場合對了穿對了就是 弘揚佛法建立佛法正義的人 衣服如是 他的褲藏當中 不是說 我喜歡求進度法門往生 從頭到尾我只能講一樣 對 有人是能這樣 可是 當你要弘揚一個 通一圖的法門的時候 你就不能隨便說 我為第一 你應該說 對什麼機 來這套衣服來給你穿 什麼機會 什麼姻緣 你穿這樣 這樣叫賀誕如來嘉義 所以諸位 小指冠 華言中 幾乎全部有抄襲他的 律中 講撒咪律魚怎麼樣靜坐 也要全部來抄他的 禪中 講全方便 怎麼樣休息 也抄他的 韓國的華言中 大德寫論述的時候 也隱他的 日本的淨土中 大德乃至於中國 散導大師 講到怎麼樣靜坐 也隱他的 是九十世紀以來 英國 歐洲 到二十世紀的美國 德國 都有上卷 下卷 完整版 小指冠的方議 道帳裡頭 你可以確實可以翻得到 也確實有 很多道家的人 他們修煉 他們修煉單法 也拿小指冠來參考 如果我們今天什麼都不說 我們開始 皮特就講小指冠的內文 那這跟其他中乃至外道 去理解小指冠 其實差不了太多 主委 我們今天來學小指冠 跟他中他 他教來學習小指冠 心情態度 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心情上 我們不是取少為足 取部分為用 我們不是要拿來用它而已 就立刻拿來用 用 問題是 為什麼要這樣用 用到哪兒去 別人別中 有別中的目的 我們天台中的學人 那就不能這樣子 我們要清楚的知道 小指冠的重要在哪裡 他在佛法 他在天台中所佔有的地位是什麼 他放在什麼位置 然後他在整個佛法當中 他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如果易於小指冠來修 足的是什麼 不足的是什麼 我們如果修了 我們將走向什麼地方的位階去 這個 是將小指冠架構在天台 整個教法當中的位置上面 來學小指冠 那甚至於架在天台 與其是架在天台 不如說架在整個佛法上面 我們來學小指冠 我們是用一個整體的概念 整體的觀念來學小指冠 諸位啊 這樣子學習佛法 你才是萬法歸一 如果你不這樣子學習佛法 那麼每一句 每一本論 每一部經 都說第一 都是佛所欣說 請問 你學多了 你怎麼要統一去實踐 都是佛的心口之言 都是向你所謂的了生托死之法 所以啊 古德講啊 講經 不叛教 開口便亂道 這個意思也就是 所謂的講經 其實是講論也好 講佛法的意思 你如果不把一部經一部論 先落實在一個 整體佛法的 這個地圖當中的位置 把它架構好 你學一部經 你只是入海算殺 你只是見樹不見林 這樣你怎麼種詞啊 他們說啊 佛法慈悲的啦 我唸一句佛號也能往生啦 往生就是洩脫了 是 這點 學人倒是一點都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問題是 今天 諸位是出家人 我們求乎上得乎中 求乎下 那所得的就 就太低落了 這也是佛法應激的奧妙 確實的 大部分的熟人 或者一般的 基 根基的人 當然他就 得少為主 引一滴之權位 那當然 他得多少算多少 也有主事是釋見這個方式 我們當然都一概尊重 也覺得確實是這樣 然而諸位啊 當我們有能有機會 來學習到天台中的時候 那就代表著你的素式姻緣 與人不同了 佛法總是要人全體去喝蛋 對不對 不然各說各話 將來誰做整合 天台智者大師啊 出出家 在大樹山修 法華山美燦 他就夢到了 他在一個大殿裡頭啊 整理那個 掉了滿地的經典 這就是個表法 表彰什麼 表彰 五百年來傳到中國的佛法 各個都是善妙之法 那西域東土的祖師們 這個 犧牲生命 前仆後繼的 引進 取回 種種 難得 難能 的範本 然後再經過 國王的支持 有利者的支持 千辛萬苦的翻譯出來 這個經典 都是滴滴血淚 自治血汗 那麼呢 問題是這這樣子 就能保證我們 把佛法學好了嗎 我在天台中入門裡頭 花了很多的時間 說明了 這五百年來的所謂 佛教的洪傳 以及他社會的背景 一個動盪的時代 加上 多元的傳入 總前後耗了五百年 經典 確實是足夠了 經過了 羅斯大師 的精確翻譯之後 中國人開始 後第四百年當中以來 也漸漸的能夠 精確的 三百多年到四百年 到五百年以來 也能夠精確的理解 佛陀的文 佛陀經典翻譯出來的 文具的定義了 然而缺乏成 當時的南 三北七 諸論師 地論師 社論師 經師等等 各之一邊 眾生要學習佛法 要了解佛法的究竟實意 難以 有個完整的圖像 雖然也有種種的叛教法 總是不能夠完整的 的容色各經論 大小全實 偏遠顯 偏遠遁見 這樣的差異的 這不能怎麼 這個時候 智德大師 隨著他的夢境所授記 他得玄陀羅尼 修正得玄陀羅尼之中 能夠種植佛法 才開啟了所謂叛教 完整叛教的因緣 這教法一叛 就像萬壽中 獅吼一出 百壽皆疾 其他的壽 就不教了 這個時候我們眾生 才開始能夠有機會 看到一個完整佛法的圖像 而這個圖像 甚至於是印度的祖師 他還沒有畫給我們 所以說 你可以不學習 你可以不做天台一家的子孫 但是天台中 以實修實證 總括經典 然後將佛法做個完整的認知 這樣子的態度 你絕對不能夠勤勢 你也應該要很仔細的 適當的去給予學習 那個時候你再來講一經一論 可能 你會比較圓滿 這是我對於 台灣在近二十年來 開始佛法弘揚的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我做了 以天台的立場 做了一個反思 從這樣的反思當中 我們回頭照見 我們今天要學的小指貫 那當然一副無事 我們當然也是一定要 建構在一個叛教的 一個大架構上 我們來說 這隻小指貫 在佛教的 或者天台的教法當中 它放在哪裡 那我們學它的時候 若深 若淺 若廣 若減 我們總是知道 它是在什麼位置上 那將來我們要補充它 我們知道從哪裡補 乃至於我們不補充它 我們去修它 我們也知道 我們可以走到哪裡 它不足都會在哪裡 清楚明白 那异於它修 我們可以告訴人家 它將怎麼結合我的念佛 它將修了 我將是修在佛法當中的 哪一個位置上 不是果位的位置 是指 它這個佛法的地圖當中 大小顯密 偏遠 頓見當中 是在哪個位置上 你很清楚 這樣你沒有疑惑 法門也沒有疑惑 那麼以這樣的認知 你再來觀照 余邪師弟論也好 菩提道師弟廣論也好 藏傳的 原始大乘的 大師父論也好 或者南傳的 清醒道論也好 都可以為我所用 我來看它 我就可以對照 我所學的 跟他們所講的 個別在什麼位置上 這時候你來取的時候 你就不會取亂了 齊頭 混雜 無有主從 沒有主軸 就不會了 這樣學多而不雜 學廣而能經 廣學亦能修 有人廣學不能修啊 都好啊 都不知道往哪修啊 每一步經都可以 學的這麼樣子 經不起來 它沒有一條線來串起來 有珠子沒線 各個珠子都要塞在口袋裡 每一次只能拿一粒 你不能把它串起來 成一串 你無法 天台 能夠讓你串起來 什麼樣子的佛法都好 這個念珠一百零八粒 少一粒就不圓 你就拿起來就怪怪 對不對 一百零八 我少一粒 不完整 好了 那一百零八個珠子給你 你一粒你也不敢丟 可是它一粒也不能用 因為它串不起來 所以說叛教的思維 就是讓你將各種佛法能夠串起來 而不是讓你取一丟一 做取捨 不是 不需要取捨 涅槃經 追說釋教 敏說釋教 追說釋教 一切法都為釋教所設 敏說釋教 最後一切法 皆失去了釋教的本質 都是一稱佛法 所以哪一樣你能夠丟開 沒有哪個法你能丟開 所以學天台的人不取捨任何法 那這個話不就跟信心明所講的一樣嗎 大致道無難是危險簡責 恰恰好學的天台不簡責 不簡責 可是他可是知道各個佛法的位置 諸位啊 這樣子來學習佛法 四平八文 這個不是我說的第一 這是古來大德 這樣學 所以古來學釋教儀啊 從來就把它當作叫做天台 古來學釋教儀 就把它當作是佛學入門課 他是這樣認知的 沒有人把它認為那叫做天台的 所以哪一宗都可以來學釋教儀 學完了他要去學哪一宗随他 這把它當作佛學入門課程 不學這你聽盡聽哪 你怎麼聽啊 你聽到哪去啊 很多的長老 也曾經親口這樣跟我說 不懂叛教怎麼聽經啊 人家從哪個角度講你都搞不清楚 不懂叛教固然不能講經 不知道叛教的概念 你聽經你聽不出所以然 人家講深講淺 你也分不開 你只覺得好好喔 好好 哪個講經說不好的啊 對不對 講的是佛法之道理 哪個不好啊 問題是你串不上來啊 就是一粒一粒珠子放在口袋裡 你串不上來 好 那麼這個道理已經清楚了 所以我們開始要講 這個小指貫呢 這個小指貫呢 我們 就先要將小指貫的定位 先立清楚 然後我們才對小指貫做一個 大概的鳥看 然後最後才進入小指貫的解釋 一張一張的解釋 那麼解釋當然是一天台的 解釋方式 這個 因緣式 約教式 本機式 關心式 當然我們不可能說 每一句每一句都用式式來解釋 因緣本機約教關心 不可能 但是呢 某些部分我們因緣式 特別對機而說 某些地方我們告訴你 講到理的地方 特別要約教式 講到操作的地方 特別要講關心式 那麼講理的地方 有些部分也要 就本機式 要說明清楚 至於這四種式 到底是什麼回事 當然你聽了 你慢慢就會懂 我也可以特別的來解釋它 當然也可 我們答案這樣講 所以先做定位 先做整體的鳥看 再做這一步 然後整體鳥看在 它是在天台當中 乃至於佛法當中 放什麼位置 這樣之後再收回來 再來 鳥看這一部 這部論本身的結構是什麼 接著才進入 內容的說明 我們就不在 所謂的五重懸議說 不完全是這樣 其實裡頭也包含的五重懸議 只是說我們要先要 將它定位清楚 讓大家知道 它是怎麼樣子 它在禪法當中 佔有什麼樣子的位置 那接著 當然我們入題了 也還是要五重懸議 來下手 再來才是一一的 隨文消逝 那消逝 有消逸之外 那就是 因緣是 本機約教 冠心 來解釋它 這種解釋的方法 四種解釋的方法 來進行它 那當中也會做科判 這樣一路的 很扎實的 一步一腳印 像象王過河一樣 像 象跟牛 馬 狗 過河是不同 鴨子過河是不同 你看鴨子 浮在水面上 咚咚咚咚咚 腳是浮在水面上的 這樣走過去 那狗一副如是 牛 雖然也是 可是它只能過潛水 牛啊 雖然它腳踩在底下 它不會游泳 它踩在底下走過去 可是它只能過潛水 就譬喻為 身文人 只能度自己 唯有像 一腳踏到底 乃至於那頭都淹住了之後 它鼻子還可以伸出來 還可以吸著這樣走過去 這是象王過河 要學習象王過河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要有這種 象王的態度 不要求快 不要求多 扎實 扎實讓你走遍天下 一招可以走遍天下 你不扎實 樣樣通 樣樣鬆 閻羅老爺 閻羅王老爺來的時候 你一樣 一個把戲 你也用不上 到時候拿什麼 跟閻羅老爺 過日子 蠟月三十一到 沒有方法讓你過河 是不是 所以我們研究一部論 不急著 扎實完整 這樣把它完成 認知 如是這般 這是我們上這部課 這部課程的態度 其次呢 我們上這部課程 重點 重點不再理解 而已 當然我們一定要理解 不然上這課程算什麼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去實踐 這也牽涉到一個 身團的內行 跟他 怎麼樣去完成 身團裡頭 每一個人出家的本 本意 以及他怎麼樣子 以他 修行的努力 來回饋 三寶 報恩於眾生 同時長遠的來說 住持佛法於未來 長久 為了這樣子的目的 我們必須實踐 而為了去實踐 我們必須有實踐的指導 課程 它也可以 或者根本就是 定位為一個實踐操作 觀心 止慣 修止修慣 那這個慣是觀自己的心 這樣子一個實際的操作修行 的一個指導課程 這是 先不談佛法了啦 談我們作為一個佛弟子 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這樣子的課程對我們自己 它是一個實際操作的指導課程 手冊 密集 都可以這麼談 所以你看到家也都用它 雖然我們不能這樣子 取一滴 而足啊 不可以 我們要整體來理解 不過你可以知道 它確實是 作為一個指導原則的課程 是非常非常恰當 這是就這個立場說 那為了這樣的立場 因此我們在講解它的時候 特別要強調屬於操作的部分 理的部分呢 必要 才特別深化它 操作的部分呢 特別要把它講清楚 那這個操作是什麼操作 腿怎麼拗 怎麼樣做這個前方便 當然前方便是操作的 不過更核心的操作 是在這個第六章當中 怎麼樣修指修慣 這是它的核心 這是它的核心 那七八九 是它的後方便 或者叫做外方便 是修了之後 有些什麼問題 病啊 這個 鬼神啊 或者某些思想上的歧路啊 要給予澄清 到了第十章 講 如果修所得是什麼 果 那前五章 剛好是五種方便 五大類 方便 那是所謂的前方便 或者叫外方便 所以以修為核心 修之前為之為前方便 五章來說明 修之後有三章來說 修了之後的後方便 或者叫做內方便 然後最後才是說 正了 得什麼樣的結果 感覺 那個結果你要弄清楚 所以這整部小指冠 可不要被那個小字所蒙蔽了 這個小啊 恰恰好是 麻雀雖小的那個小 後面是五臟俱全 它是製成一個課程的 可不因為小而有所缺 當然小意味著它精簡 小而美 精簡 對於某一些 因緣的人來講 當然還需要再廣學一些 再加深一些 那個是後話了 那個就應該要補充 另外的三部指冠 再來補充它 所以說學習小指冠 是入天台指冠 的一個最好的下手 因為由它其實一切完備 一切完備喔 尼布修子當中的蜀席子 五庭新官等等這樣的子 首先就是蜀席子 而蜀席可以擴張為六廟門 是吧 然後你要前五方便 五方便它是略說 如果你要廣文 在四禪波羅蜜裡頭 第二章 第四到七的樣子 都講這個 這三章都在講的前方便 乃至於致病的也講 所以你可以由它而去看到 四禪波羅蜜 到了第六章裡頭 這體真子 喔 這就是 摩和子官裡頭的 核心 所以說 是以大部的更蓋 袁兆大師這麼講 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 四部子官呢 先從小子官下手 一入了之後 大概 整個架構呢 天台的子官架構 其實也就給你建立一個 至少大的架構 完整的建立在那兒 那麼因此 所以當我們來學習 這個課程來學習小子官 就我們自己來說 是約著實踐來談 也是最下當 最適合的 而實踐 我們的學習呢 會特別的注重在 操作 而所謂的操作 並不只是那些前方便而已 講道理的部分 如果必要 直接影響到你的操作的話 那我們的道理 所謂的天台教的教理呢 也必須給予適當的補充 這樣你真正在修 指冠 第六章指冠的時候 你才知道用心方法是什麽 用心方法是什麽 所以可見 你以小指冠為整個的架構 其實天台裡頭的 幾乎整個天台教法當中 都在補充這個小指冠的所有內容 都給輾進來 擺在適當小指冠的位置上 來補充它 來莊嚴它 來擴充它 所以今後你去學天台 你就不會忙無頭緒 其實拿它為一個大架構 來補進去就是 你比如說 修指跟修冠 第六當中修 其實 法華三昧燦也就是這樣 它裡頭也有指也有冠 也是在支撐你第六 第六章的修法 也是 那整個磨合指冠 講的就是修心方法 從發大心 一直到正果 雖然正果它沒講 可是在第一章裡 它已經略提了 一直到中間的四種三昧 修指法 還有原教特別的 一心三冠的冠法 那將好就是 小指冠當中的第六 提真之 提真之 利盡 利元對禁之 對禁的修法 當中 所提的 修指 所以你看它完全是整合的 所以整個天台的教法 其實 從小指冠當中 你就可以看到它整個的更改 整個的架構 而這個架構 看起來是小而美 可是它又確實直接能讓你操作 諸位 就這樣了解到 小指冠 很有 它的價值 它 可以直接的提供了你 依於天台 教學 所操作的一種實踐 法門 馬上就能提供給你 而且它提供了還給你 不但直接提供給你操作 它還可以提供你更深入的一個架構給你 你看多好 這是就我們自己修學的時候 我們也要知道 這是小指冠的價值 這跟他中 引小指冠 引一部分文去用 乃至於道教 引小指冠去用 這態度是不同的 是不是 他們就是引一部分 他認為所要 那是枝節割離的 然而以天台學者 來研究天台中 我們天台的學人 來研究這個天台小指冠 我們是用整個整體的意義來看待他 所以小指冠小而不小 我們可以從他看大 我們就是要研究天台 就是要種植天台的教法 那從他可以看大 從此我們在實踐他的時候 我們也是以一個天台的思維 整個下去實踐 這跟你用他中 他派乃至外道 去取他的部分善巧來用 這心情是不同的 用法跟操作起來的效果 也是截然不同的 諸位這樣了解 好 那麼 這是 講到第二部分 宣談的第二部分 對於所謂 這一部小指冠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情去學習他 的第二個 部分 以實踐的 而且是以實踐天台指冠的心情 去實踐他 那麼 諸位如何知道這樣了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天台小指冠 使用了怎麼樣子的版本 聽到小指冠就想說 哪有什麼什麼版本 你知道一千六百多年來 抄襲 藏經裡頭各有刻板 或者曾經一度 這個也比較沒落 然後重新被弘揚 然後怎麼樣子 他的版本就變得怎麼樣 有時候稍有些出路 他這個出路感覺起來 沒有說太大的 根本上的差別 但終究啊 因為版本很多了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版本 來給我們 你覺得說比較依止 那麼在一般 在我們今天 漢傳佛教的地區 流通的天台小指冠的本子 大體上呢 主要的有三種版本 一種當然沒話講 就是藏在大陣帳裡頭的 這部藏經呢 是流通的非常廣 現在也有電子版的 所謂大陣帳版 其次呢 是這個 十九世紀末 清朝時代 清末康熙 康熙末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的那個 精靈科金處 他的科金的版 那個版呢 跟後來經過比較 這次我請人家幫忙 比較了一下子 發現說 這個版跟大陣帳版 差別不大 這屬於精靈版 這個到 這個上個世紀 現在是200年了 2003年了 上一個世紀的 88年的時候 80年代那個時候 這個 在大陸地區 還有人在翻譯它 台灣也還有好多 在翻譯 精靈版 那寶敬大師所說的 講述 應該 還沒有仔細的對 但是大體的看 瀏覽一下 應該也是用這個精靈版 因為當時 他最容易拿到的是精靈版 所以精靈版也是很重要的版 這是第二種版本 那還有第三個版本呢 是由 現在在台北 指觀實踐堂 天台指觀研究所 長老 所長 會約長老 他從日本引回台灣 並且現在流通的很廣 他自己也有流通一本書 諸位手上也有的 那就關口真大博士的關口版 他號稱是經過 至少從序文上來看 是經過經 在日本 以日本的資料精確地交對過的 並且將裡頭引到藏經的部分 他都讓他有出處 諸位手上拿到的 主要是這本 目前拿到 但我們未來 還有第四個版本 這是很少有 一般人就很少有了 外面很少看到流通 這是在1988年的樣子 在大陸有這麼一位 應該跟佛教有關 到底他有沒有出家過 我不太清楚 不過看起來 世俗主人是絕對沒問題 不過他跟出家人有交往 他又以金陵版為本 對照了大政杖為主的其他的 當時他拿得到幾個 大陸拿得到的 藏經裡頭的版本 那個 教對者是李安 不是拍電影那個李安 不過完全一樣的字 李安 所以我們可以簡稱它是李安版 目前我手上可以看得到的四個版 可以說是在這個時代流通的 那我們現在到底要什麼版呢 原則上因為是日本的版在台灣流通的廣 而且諸位也容易拿得到 再來就是他 也號稱經教過 同時他的藏經的出出 他就把它列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蠻有他的一個參考價值 因此我們以他這個版為本 那我個人會在 以這個版為本 再對照三版 就是大政杖版 金陵版 跟所謂的李安版 我會再對照進去 然後做教主 這樣諸位就可以幾乎可以說 是拿到 將會去接觸到一個最完整的 很難講最完整 就至少是在這個時代當中 應該可以說 這個版本是可以讓你感覺到 蠻安心的一個版 不過我們還是以關口真大為本 為什麼拿日本人 因為就是他做了一些 他做了一些初處的註解 是這樣的 那我也大概略看了一下 其實跟金陵版 你說有差嗎 算也確實有 但是差異上來講 真有些教理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另外再切磋 現在還沒講到那就暫時不提 大體上他提供的一些資訊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是以關口真大的版為母版 這樣 這樣子 那有出入的部分 需要引用他版來 來 來取代 那我們才這樣做 到時候上道的時候 我們 研究到那裡了 我們才來做這樣的事情 就對於版本來說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採取這樣的方式 好 好 那麼我們 這堂課呢 暫且先上到這裡 來回憶一下 众生無邊試願度 煩惱無盡試願段 法門無諒試願學 佛道無上試願成 至歸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以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似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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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